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的生活时代啊 间隔了一百多年 司马迁说 孙武和孙并都是齐国人 孙并是孙武的后人 出生在阿和隽之间的某个地方 阿隽两帝前面都出现过 齐威王斥责阿大夫的时候 列出的罪状之一 就是赵国攻打隽帝 临近的阿大夫袖手旁观 阿在今天的山东省辽城市 阳谷县 阿城镇 卷在今天的山东省合泽市 卷城前 两地呢 相距大约一百公里 严格来说 孙武和孙并都不姓孙 而是姓姬和周天子同姓 周朝初年 分封诸侯 周武王的弟弟姬丰 寿封魏国 魏圣的魏 传到魏武宫 魏武宫有儿子名叫惠孙 惠孙有儿子名叫尔 尔多的尔 尔有儿子名叫武仲 根据周代称魏和姓氏分化的规则 惠孙会被称为公子惠孙 尔会被称为公孙尔 到了武仲呢 就应该是从祖父惠孙的名字里边取一个字 作为自己的氏 所以武仲取了孙字 从此武仲也叫孙仲 孙氏就从此诞生了 孙并和旁娟一道学习兵法 这件事呢 特别引起人们的好奇 因为以旁娟的本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甚至替魏国创建霸业了 而孙并的本事竟然更高 不但超过了旁娟 还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兵法大师之一 那么教他们兵法的那位老师是不是更厉害呢 如果问孙并和旁娟的老师到底是谁 我相信很多人都答了出鬼谷先生 但这个呢 只是民间文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而自治通鉴也好 史记也好 乃至任何靠得住的史料也好 都没有讲过孙并和旁娟的老师是谁 至于鬼谷先生在史记的记载里 他是苏秦和张仪的老师 那么问题来了 苏秦和张仪都是纵横家 学的是纵横术 而孙并和旁娟都是兵法家 学的是兵法 虽然纵横术和兵法有相通之处 但从常理来看 孙并旁娟应该另有事成才对 孙并旁娟成长的时代 正是齐过纪夏学功兴起的时代 老师并不难找 教什么的都有 但后人还是愿意相信鬼谷先生才是他们的老师 这倒不难理解 首先 鬼谷先生这个名号就太有神秘感了 一看就是世外高人 比什么孟子 莫子高端很多 二来 鬼谷先生这个名号里面的自带的神秘属性和兵法谋略的鬼诈 和孙旁斗志的故事呢 特别合拍 鬼谷先生的身世有一个曾累世的丰富过程 被各个时代的好事者编造出来各种细节 不但有名 有姓 有师城 还有详细地址 云梦山水帘洞 现在云梦山已经被开发成旅游区了 景区里有孙宾峰 庞涓峰 鬼谷子眼镇台 还有一座毛岁峰 主题人物就是毛岁自建的那个毛岁 他也变成了鬼谷先生的学生 以鬼谷先生这样一位高人 当然会有不少著作 而在所有脱名鬼谷先生的著作里边 只有一部鬼谷子比较可靠 无论它是不是真的出自鬼谷先生的手笔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 是先秦时代的纵横家的理论 今天我们看到的鬼谷子 主要是说服术和雄辩术的内容 第一篇总论部分题目叫百合 纵横百合的百合 那阴阳转化的哲学阐述说服的技巧 诸如与扬言者一宠告 与阴言者一卑晓 此天地阴阳之道 而睡人之法也 这些话可以解释得非常高大上 但如果用俗语意义过来话 基本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呢说鬼话的意思 纵横家没有观点上的立场 只考虑怎么才能说服对方 我们今天还在常用的成语 纵横百合就是从鬼谷子来的 鬼谷子的篇章由揣和磨两篇 教人如何揣情磨意 不但要看清局势 还要看透对方的心思 这就为我们贡献了揣磨这个常用词 不但想见鬼谷子的这套技术流的打法 一定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所以鬼谷子在历朝历代没少挨骂 而在道教系统里 鬼谷先生位列先班 后来的原杂剧和各种演绎 都沿着这条线天之佳野 这才有了我们熟悉的 孙庞斗志故事的民间版 民间版本过于深入人心了 所以在我们考察历史的时候 总要小心地拨开这些障碍 关于孙病和庞娟的早年关系 实际讲得太简单 总而言之 这是一场由极度引发的悲剧 孙病受了肉情 落下了终生残疾 脸上又被刺了刺 看来后半生只能苟活了 因为没了双脚 所以孙病才被称为孙病 意思大运相当于孙瘸子 孙病的本名反而没人知道了 民间文人搞不清病的含义 所以在编故事的时候 说孙病兄弟三人 分别是孙龙孙虎孙病 如果父母真的给孩子这么取名 这老三啊 一定是从仇人家里收养来的 庞娟为什么没有斩草除根 索性把孙病害死呢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 这就给了民间故事很大的发挥余地 说庞娟为了诱骗孙病 默写鬼谷先生的兵书 这才留下了孙病的性命 孙病该如何绝地反击呢 反击的事情先往后方 逃离险境才是第一位的 当时有七国使者来到大梁 孙病呢 找他帮忙 但问题是 一个犯过罪的不良于行的残疾人 该怎么见到外国使者呢 事情似乎很难办 但我们可以想想前边讲过的 欲让行刺赵无序的经过 欲让通过自残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过肉刑的人 而受过肉刑的人呢 通常都会被安置在 没人愿意做的岗位上 欲让就这样混进了赵无序的公室 去打扫厕所 孙病呢 不用伪装 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行鱼之人 所以 孙病大概混进了一个什么岗位 总之呢 成功见到了七国使者 还成功的说服使者 带自己脱困 使者看出孙病是个难得的人才 就秘密的把他带回七国 齐国将军田济 收留了孙病 还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这个时间段里 虽然著名的战国四公子还没有出场 但贵族公养门客并不稀奇 这就见出养闲人 自有养闲人的好处 如果孙病来到的不是齐国 而是秦国的话 在商鞅变法的大环境里面呢 恐怕等不到崭露头角的机会 就已经被脏活累活折磨死了 辞职通鉴说田济善待孙病 把他引荐给齐威王 而在史记的记载里 从田济接纳孙病 到田济向齐宣王 引荐孙病之间 还有一段 今天已经众所周知的 田济赛马的故事 司马光竟然把这段故事 完完整整的删截掉了 大概在司马光看来 这种雕虫小技 实在没有资质的意义吧 我虽然不知道司马光 到底为什么 要删掉这么精彩的一段故事 但以司马光一贯的风格来看 田济赛马这种事 确实很容易被他当成小花招 不以为然 与其四两拨千斤 不如一粒降死灰 田济赛马的故事 肯定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 不过这个故事在性质上和 曹贵论战的故事一样 都是在讲规则的争斗当中 以违规取胜的 很能折射时代变局 如果请行名学家来当裁判 就会本着寻名择实的原则 上司必须是上司 如果谁家的上司 跑得不如自家的中司和下司款 那么违规情况一目了然 可以取消比赛资格 所以如果田济赛马的故事 发生在秦国 估计孙斌呢 就取不了这个巧 不过孙斌的思路 虽然不是竞赛的思路 却是货真价实的兵法思路 毕竟打仗了没有裁判 而没有裁判 也就无所谓规则 唯一要紧的就是输赢 田济和齐威王都从孙斌身上 看出了兵法家的魅力 齐威王和孙斌 探讨兵法 很为孙斌折服 史记原文说 齐威王遂以为师 这里的师不是老师 而是军师 孙斌到底是怎样 在言谈之间折服齐威王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战场上 很容易遇到的难题 两军旗鼓相当 阵型呢都很牢固 谁先进攻谁吃亏 在这种局面之下 该怎么打破僵局 打赢战争呢 齐威王拿这个问题来问孙斌 如果你处在孙斌的位置 你会怎么回答呢 欢迎在留言区 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